為了平改之後的史上第一次亞青混合團體賽的四強賽 中華小將們拚了 雖然現在混雙當中不敵馬來西亞 但還好今天挑南丹大洋的賴又華 在第二局當中克服賽末點的烈士 先野二十二比二十在DUCE當中搶下班辰平手 接下來更在第三局拋開壓力放開打 戰野二十一比十六 搶下制勝的第三局 幫助中華隊追成一比一平手 一開始第一局跟第二局其實我覺得我打得很難 有點 第二局到後面有一點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有一點想要 就是沒信心 然後後來放輕鬆打追上之後信心就來了 然後一直延續到第三局 但可惜 男雙的玻璃威和楊明哲 以折落而敗下陣來 中華隊的淘汰壓力瞬間 落在了女單的李嘉欣身上 而李嘉欣狀況也不妙 因為他左腳底水砲才剛抽掉 一動力大幅下滑 而戴上苦撐的他打得超辛苦 首局十九比二十一輸掉 但還好第二局也是苦成到Deuce之後 終於等到了勝利女神降臨 二十二比二十拿下 關鍵第三盤在野二十一比十五獲勝 再度綁阻中華隊追上馬來西亞 雙方形成二比二平手 打到後面 一開始乖乖乖打後面就習慣也都麻掉了 沒什麼感覺 痛還是要跑還是要把他打完 現體狀況又不能少掉他 那只能說在心態上面多給他一些鼓勵 所以國家隊還是要擬這一兩點 一比二落後的時候 心田想說我因為不想給嘉欣太多壓力 因為畢竟輸贏都是在他的身上 他這一點輸了就沒了 我鼓勵他反正就盡力而為 兩度追平的中華隊士氣大陣 最後在女雙張敬惠和張新田的有效發揮下 二比零拿下至勝的第三點 以三比二打敗馬來西亞 史上第一次闖進到亞青賽的四場戰 在這種情境本來預測是百分之五十 從最谷底又盪到最高 然後又從最高點又盪到谷底 真的是一個蠻大的一個轉折 至於這個部分也是讓我們選手跟我們教練 在這個臨場的應變怎麼去撐得住去 那如果撐得住去那機會就有 可惜中華隊在四場戰當中碰上實力超強的南韓隊 連續三點魂雙 南丹和南雙都沒能夠突圍成功 最終以0比3不敵南韓只能並列銅牌 網上新聞綜合報導